那我们第二道问题呢 这个也是问得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这里说的是说 家长如何当一个好陪练呢 那意思就是说 当孩子在练习的时候 那家长不可能就是说 也不可能是说 完全100%的时间都投入在他身上 那家长应该如何适当的当一个好陪练呢 适当的当一个好陪练 我觉得对于很小的小朋友来说 其实陪练是必须的 就好像当你在陪练的时候 我真的是建议家长可以多了解 老师交代的一些目标的方法 就好像如果真的是有机会能参与上课的话 这配合是家长对能做到的东西 而且怎样说配合的好呢 就是在课堂上 你很冷静的做一个旁观者 然后老师呢 给的练习跟你要求 你可以做一些些小笔记 然后等到课业的就是课堂过后呢 你可以在家的时候 你可以跟孩子呼吸一下 哦 刚刚老师讲的的话 就跟你讲明明班啊这样 所以就可以在家做好建筑 孩子做好的那个功课 然后就可以帮忙孩子 跟你的帮忙老师 所以就好帮手 可能也是因为你就是家长陪练了 这样也更能了解陪练 就是念琴的苦跟困难 就是孩子的困难 才能比较能了解孩子的 那一个挑战在哪里 然后不随便的 出于他们的失望 或者是发自行 因为有很多时候 为什么很多家长讲啊 哎呀那孩子都没有念琴了 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 可是就很多时候呢 是因为我们成为家长 可能不知道学生在念琴上面 会遇到什么困难 然后我们就自以为 其实那个功课很简单 就是你就是谈琴巴拉玛 你就是你就是念琴亚当 可是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已经过完了 那个年龄厕层 在很小的年纪的学生的时候 你会遇到的那种困难 可是是我们不明白的 可是如果我们有进行 陪练的这个这个 亲子活动啊 还是就是监督功课的话 甚至我觉得家长会更了解 因为孩子其实练习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很多很多问题 而导致他们不想要去练 然后就会 家长也会缺习耐心 就是哎你这么没有练习 你最后还玩玩玩玩玩 快点去练这样 可是你知道孩子 你没有陪他在旁边 他就很快就没有那个那个 专心 就会很想要去练习啊 还是做其他的东西 对 然后我也觉得我也建议 家长可以多一点鼓励 少一点鼓励啊 这是我个人都会知道的 而且我也有一个例子 好像有时候有些家长 学过乐器的 也因为他们学过乐器 所以他们就很喜欢拿自己 学琴的那一个经历 来跟他做比较 嗯 就是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念的啊 像中文里现在不能这样子念 嗯 这样子 所以就会会一直干扰 小孩子的练习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嗯 我也明白很多时候呢 家长会忙于工作啊 就是时常的可以陪伴孩子 可是我只能讲 嗯 我只能讲 陪陪念这个过程 是只有在初期的几年 嗯 直到他们有有那个 自己学习能力 或者是自动自己去练习的 那个习惯的时候 我认为家长可以 一定放手 然后让孩子去练习 这样子孩子 也可以自己领悟到 自己练习的重点 嗯 嗯 像我也会 时常鼓励学生说 嗯 你 你必须要成立 就是你必须要 学习独立自己去练习 你不能一直单靠爸妈 可以啊 嗯 就因为独立 独立的孩子 才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因为爸妈 不能永远陪你练习 而且练习是自己的事 这样 对 对 非常好的一个回答 那其实我也相信是说 孩子在练习的当儿 其实我觉得是 呃 你刚回答到的一个重点 我觉得是说 呃 我们着重于在 陪练呢 其实并不是重点 而陪练最重点的那个过程 而是说 我们应该在陪练的这个当儿呢 呃 也同时的去培养孩子 呃 在学习音乐的道路上面呢 应该要懂得如何自立 应该要懂得如何有一个discipline 也应该要学习如何去 呃 懂得怎么样的去呃 有自己的时间管理啊 还有不能够太过依赖父母的一个习惯 我们可以这么这样子的说吗 对 还有再加上 还有一个重点是说 呃 呃 我也相信是说 呃 亚洲籍的父母 Asian parents 都会有一个的问题是说 呃 可能是说 比较着重于成绩 那也比较着重于是说 呃 做功课啊 练习的时间啊 也不会讲说 哦 看到孩子的 有一些的优点啊 之类等等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东西 就是作为一个父母 应该可以学习的是说 呃 有点称赞他们 那少一点去批评他们 这绝对会是说 对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成长的一个 一个发展 哇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啊 呃 已经试过了很多的方法 那很多很多的那个 呃 父母呢 其实都会答给老师说 哎老师啊 我试过很多方法了 可是我的孩子哦 到最后还是选择放弃哦 这样子 我应该要给他放弃呢 还是我要尊重他的决定 我应该要给他放弃呢 我应该要给他放弃呢